欢迎收看美洲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Toyota Corolla Altis Hybrid 升级版 拿到台湾的一级能源等效的评级 平均油耗达到25.3km per liter Toyota Corolla Altis Hybrid 在台湾的市场 再次证明了其出色的燃油效率 还有它的环保表现 新款 Corolla Altis Hybrid 配备了 这个代号 ZWE 211L 的这个 Hybrid 系统 也领一粒 1.8L 汽油引擎还有 CVT 牙箱 这套动力系统可以讲是流畅价的同时也是很省油 与传统的汽油车相比 这款 Hybrid 车不仅减少了碳排放 也大幅度的降低了热常行驶的油耗 Corolla Altis Hybrid 的油耗表现非常亮眼 在城市驾驶的油耗方面达到了 27.25km per liter 而在 Highway 的时候油耗表现为 24.34km per liter 综合的油耗就是 25.3km per liter 这样的表现得益于 Toyota 独特的 Hybrid 技术 使其在节能减排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台湾的能源效率等级系统共有 5 个等级 数字越小代表能源效率越高 根据欧洲联盟的 1999-100-EC 指令 以及其后续修正指令的标准 Corolla Altis Hybrid 获得了一级的评级 这意味着其在能源使用效率上达到了最高的标准 极具市场的竞争力 对于现代的消费者来说 选择一款又省油又环保的车型来讲 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 Toyota Corolla Altis Hybrid 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环保的需求 也在用车成本上面给了更多的实惠 特别是对于经常在城市驾驶的车主来讲 这款车的高油耗表现还有低碳排放将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测试的版本 是不久前刚刚升级使用这个离电池的版本 所以油耗表现会比之前的版本来得更好 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确认即将在我国市场登录的 这个小改款会不会使用这个离电池 还是会继续使用涅电池呢 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讲 第二则新闻 比亚迪的C-Lion7大马正式发布了 顶配的版本0-104.5秒 售价183,800块起跳 比亚迪的C-Lion7搭载了顶尖的技术 结合了高性能 先进的电池技术还有出色的续航表现 可以讲是目前我国市场了 20万令吉以下性能最强的SUV C-Lion7采用了比亚迪最新的家族4的设计员 车头线条简洁有力 进气隔山采用了大面积的封闭式设计 搭配细长的LED热尖型车灯 展现了未来感还有动感的完美结合 车身侧面车顶线条流畅 打造出动感的SUV造型 ViewArch的设计也是充满了张力 车尾部分则有不对称的车尾灯设计 进一步的提升了整辆车的现代感还有时尚感 C-Lion7的顶配版本搭载了高效的双电机系统 带来卓越的动力表现 顶配版可以输出最大马力 523HP 峰值扭力690Nm 0-100加速4.5秒而已 最大续航542km 作为一款SUV来讲 这样的加速表现堪称是惊艳 双电机系统的总功率可以达到523HP 使C-Lion7在城市大陆或者Hive上面 都是轻松的应对 提供了令人满意的驾驶体验 C-Lion7配备了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技术 搭载的电池容量为82.5kWh 然后提供了极为强大的续航能力 此外 C-Lion7也支持快充的功能 30分钟可以充到80% 为长途旅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这里讲一讲 AC充电的速度是11kWh DC快充最快是150kW C-Lion7的内饰设计同样注重豪华感和科技感的融合 车内大尺寸的中控屏幕 还有数字化的仪表盘设计非常引人瞩目 显示效果清晰细腻 同时支持语音控制还有智能操作 顶配板还配备了12个高品质的音响speaker 带来极致的音乐体验 车内空间宽敞 尤其是后排座椅的空间表现非常出色 适合家庭出行还有长时间的乘坐 座椅材质就选用了这个高级的真皮 还有很多high quality的东西结合 然后舒适性还有质感都达到了这个充分的体现 在安全配置方面 比亚迪系Lion7就搭载了多项的先进辅助驾驶技术 包括这些紧急刹车系统 车道偏离辅助 自动式巡航等等 然后车还配备了360的全景摄像头 盲点侦测系统等等 比亚迪系Lion7的售价只卖你183,800块 这个价格处于同级别的电动SUV市场中的中高端区间 考虑到它的这个犹豫性能 还有先进的电池技术 以及它的豪华的内饰配置 这个价格相当有竞争力 无论是在这个电动车市场 还是在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市场 C Lion7都具备了这个很强的这个吸引力 作为比亚迪进军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重要旗舰车型 C Lion7有望成为这个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尤其是那些对于这些高性能电动SUV有需求的用户 第三者新闻 Toyota Camry在全马的销量突破12万辆 新一代的车型有望在年尾会发布 Toyota Camry是一款象征着舒适 以及可靠的这个中型轿车 至2000年以来 它一直深受马来西亚的Uncle的青睐 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了 截止至这个2024年的10月 Toyota Camry在马来西亚的累计销量 已经达到这个126,523辆了 净显其在市场上的持久的魅力 Camry在2005年至2015年间销量达到巅峰 多个年份的月度注册量已经超过了800辆 最高的单月销量几乎接近2000辆 这一时期正是Camry在马来西亚市场广泛的普及 以及关键的时刻 凭借着它的卓越的性能 宽敞的这个空间还有豪华的内饰 Camry成为了很多马来西亚的家庭的用户的理想选择 在当时市场竞争较为有限的情况下 Camry不仅与其他的轿车一较高下 还吸引了一大批追求品质生活的消费者 然而随着市场上SUV和跨界车的崛起 中型轿车的销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即便如此Camry在马来西亚的表现仍然令人瞩目 即便在2016年后的销量有所下降 月度注册量的波动也反映出消费者 对于这款车持续的关注度 可以看得出尽管轿车市场受到其他车型的分流影响 Camry的经典定位依旧吸引了忠实的粉丝 听讲Toyota有望在今年年底正式发布新一代的Camry 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型轿车市场的领导地位 在全球上低碳环保方向转型的趋势下 Toyota很可能为新一代的Camry引入更加节能的动力系统 Camry的Hybrid版本已经在全球的多个市场收获了不错的feedback 因此全新的Camry预计会延续这一个优势 甚至可能会升级到更先进的Hybrid系统 提升燃油效率的同时进一步的降低碳排放 然后有分析认为Toyota或将为新款的Camry提供电气化的选项 以满足马来西亚消费者对于环保车辆的热议增长的需求 新一代的Camry在内饰方面预计会有显着的提升 包括高档材料的应用还有智能科技的融入 现有的Camry已经拥有相当舒适的座场空间 但是新款可能会进一步的优化 加入更大尺寸的触控屏幕 更智能的车载系统 以及更多便捷的驾驶辅助功能 例如Toyota会搭载最新的Toyota Safety Sense安全系统 包括车道遍离辅助、自动试巡航、前方碰撞预警等等 让驾驶者能够享受更加安全便捷的驾驶体验 从销量数据来看 Toyota Camry不用问阿贵都知道 它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轿车之一 它不仅象征着这个驾驶的舒适以及它的奢华 更代表了一种对品质生活的追求 新一代的Toyota Camry即将要发布了 这意味着这款经典的车型将继续的进化 为马来西亚市场带来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所以Uncle Andy 你们Camry了嘛 第四则新闻G2的本地化计划 Dashing 以及 X70 Plus 确定CKD生产 T1 和 T2 即将加入产品的阵容 G2 正式宣布了将矿大在马来西亚的本地化生产 进一步的提升品牌在该市场的竞争力还有影响力 这一新消息就指出 G2 的 Dashing 和 X70 Plus 两款 SUV 已经确认了以CKD的方式生产 Dashing 以及 X70 Plus 是 G2 在马来西亚的核心 SUV 产品 针对城市以及郊区的用户需求进行了油画 Dashing 在设计和配置上突出了年轻化 拥有前卫的外观 并搭载 1.5 升的 Turbo 4 Cylinder Engine 给你 154 HP 还有 230 牛米 表现出色 特别适合城市驾驶 再来 Dashing 配备了六速的双离合变速器 然后提供了多种 Driving Mood 包括 E-Core Comfort 还有 Sport Mood X70 Plus 更加注重它的空间还有舒适性 提供宽敞的座舱设计 非常适合家庭用户 这款 SUV 的定位比较高端一点 然后它具备优雅的内饰细节和先进的安全配备 是家庭用户的理想选择 通过 CKD 生产 G2 的两款 SUV 将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 面向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同时满足本地化的需求 G2 的本地化生产计划包括两款新车型 分别是 T1 还有 T2 T2 是一款具备强大越野性能的 SUV 适合偏好户外和探险的消费者 这款 SUV 预计将在 2025 年的第三季度 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然后即将成为 G2 的这个产品阵容中 最亮眼的选择 T2 的设计还有它的硬件配置 迎合了马来西亚消费者 对于耐用性还有越野性能的需求 相比之下 T1 则是更偏向于城市驾驶 注重舒适性和有实用性 G2 预计会迟一点才推出这一辆 T1 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这两款 SUV 的加入将进一步丰富 G2 在马来西亚的产品线 为用户提供从城市到全地形的多种选择 G2 的本地化生产计划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 还表明了其对东南亚市场的长期承诺 通过 CKD 生产 G2 不仅能够以更加实惠的价格推出这个新车 同时也可以更好的满足马来西亚消费者的需求 并符合该地区相关的政策 Dashing S70 Plus 以及即将推出的 T1 T2 车型 将助力G2 在马来西亚的 SUV 市场中 占据更多的份额 成为消费者信赖的品牌之一 最后一则行完 Mazda 高层就讲了 如果有市场的需求将继续开发这辆全新的后轮驱动轿车 Mazda 在年初就宣布停产了日本市场的 Mazda 6 并排除了基于全新的后轮驱动平台的下一代 Mazda 6 的可能性 原因是大型的 SUV 车型已经成为了间接的代替方案 尽管 SUV 并不能完全取代轿车 但是这个声明与 2022 年初的公告一致 所以粉丝们的期待并非完全落空的 Mazda 的大型产品主项目经理 Kohhei Shibata 在接受欧大利亚 Drive 杂志采访时透露 停牌并未完全关闭后轮驱动 Mazda 6 的大门 柴田表示 如果市场对轿车的需求增加 Mazda 可能会重新考虑开发这款前置引擎后轮驱动的轿车 从个人角度来看 后轮驱动的轿车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很多的记者告诉我 Mazda 应该生产轿车 但是市场的规模太小了 如果消费者开始选择这种车型 那么他们也会考虑继续制造这样的车型 但是柴田的观点不仅限于 Mazda 车型 而是整个轿车的市场 尽管全球对 SUV 的需求居高不下 但是 Toyota 通过 Corolla 和 Camry 证明了 只要产品适合 轿车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 反观我们看 Kia Stinger 这款车并未获得成功 这也让 Mazda 对推出六缸后置 Mazda 6 的商业前景 保持谨慎的态度 Mazda 的大型产品线 规划从一开始就包括四款 SUV 分别是 CX60 CX70 CX80 CX90 实际上轿车和大型跑车并未列入开发的计划 2024 年的市场环境使得 Mazda 更倾向于生产 SUV 这种趋势也导致传统的车型形势 逐渐的被边缘化了 尽管如此 Mazda 确实即将要推出一款后轮驱动的轿车 名为 EZ6 这款车型是长安 Mazda 在中国的合资产物 主要是基于长安圣兰 SL03 的车型开发 严格来讲并非是纯粹的 Mazda 车型 虽然该车型或许不只在中国销售 但也不太可能会登陆美国市场 OK 以上就是本期 360 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 我和 Automachic 的 IG Tiktok 小红书 我是 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